破圈最好的方法就是两个 第一花钱 第二花时间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花钱再花时间 讲个故事吧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 十几年前 我认识一个北京的大佬 是现在我跟他关系特别好 可是呢 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不认识他的 可是我很想认识他 但是我没有人可以帮我介绍 有一次这位大哥呢 签名授书 我知道我机会来了 九点开始我就去了 十点到十二点 有一个相当于论坛一样的 请了几个这个大咖 大家聊一聊一些看法 下午三点钟开始签名授书 我早上一句话没说 我就坐到旁边看 我看了一个上午 我就迅速知道 这个大哥谁是他的助理 下午到五点钟 我在四点半的时候 我就问了他的助理 今天这一天 现场买这位专家大佬的书 最多的人买了多少本 书里跟我说 有个人买了一百本 我说现在还有人买吗 他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单了 现在都是灵敏心心的散单 我说行 拜托你帮个忙 我很喜欢他的书 我想多买一些送人 我想成为最后一个购买者 不管现场买的人买了多少本书 我加一本 四点半以后 我成了最后一个购买者 我买了一百零一本 因为是签名 签名授书 所以一百零一本买掉以后 每一本都要签 所以是不是 我有机会就跟 得老 说两句话 你知道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如果你买了一本书 台上这位大佬 是你特别想认识的人 你的第一句话会怎么说 大哥今天辛苦了 久仰大名 喜欢你的书 我等了你一天了 大哥听完了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 有点抱怨是吧 你看你不会聊天吧 我们很多男女朋友吵架也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我等了你一天了吗 女朋友说 我要你等了 是我要你等了吗 你自己要等 要等就不要说 要说就不要等 我会聊天吧 所以你不觉得这里头水很深吗 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 我见了大哥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说大哥其实不需要写这么多 签一本给我就行了 这话的隐含意思就是 今天你辛苦了 大哥一听就马上说 不可以的 你放心好了 所以正话要反说 知道吗 他不可能不签的呀 他是公开对承诺的呀 然后第二句话怎么说 我说出来 大哥笔都停了 看我一眼 我跟他说 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我真的很想 在你的日子里 有一天 我是第一 所以我今天成为买你书最多的那个第一 他停一下看我一眼 然后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说 来了一会儿 我没有说我昨天晚上就到 路上挺辛苦吧 他知道我来了很久 记住啊 我教你一个法则好不好 破圈最好的方法就是两个 第一花钱 第二花时间 只是花钱会更快 花时间会更慢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花钱再花时间 所以这场见面会结束以后 半个月以后 我给大哥发了一个短信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最好的感动对方 打动对方的方法是什么 这时候你可以告诉大哥 用了你书中的观点 我取得了什么成果 这时候你要讲自己了 发布会现场 体恤大哥 离开以后 讲自己的进步和变化 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事业发生了什么改变 我的人生的改变 我读书的利益点 记住啊 再大的大佬 他把他的经验和知识 汇集成一个本子 一本书的时候 当有人看到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 我人生不能只能赚到100块钱 我现在赚到200块钱了 作为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高兴还是难受啊 他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什么 很有价值啊 他在度人呢 你知道吧 当然你不要指望他回你 就是每半个月左右 发一篇新的 一个月发个两三篇 记住这个心得 不要去拍当啊 大哥冬天到了 一注意保暖啊 这话说的没意义的 知道吧 就讲自己 第一得到了什么利益点 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用这个观点 还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然后我身边的人也什么 也升华了 所以这位大哥就会觉得 我靠 第一你非常认同 还是不认同他的观点 肯定很认同 你不仅认同 你还去什么 还去传播 如果你是我大哥 你喜欢我吗 你知道怎么去打动一个人了吧 所以六个月以后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 小哥啊 下次你到北京 跟我说一声 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所以各位 你要具备一个能力 见面三秒 让对方先喜欢上 然后呢 记住破拳最好的方式 第一花钱 第二呢 花时间 第三是什么 先花钱再花时间 他就会终身为你所用 当你学会定位以后 你会发现 见人就说人话 见神就说神话 沟通三部曲 第一步讲对方想听的 第二步讲对方愿意讨论的 第三步才是讲你想说的 这叫沟通三部曲 听得懂吗 当你学会了定位以后 你就不会错过 任何一次你跟大佬 见面的机会 你会让他对你印象深刻 见面三秒 他就会什么 喜欢上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本事吗 给我三秒 我说三句话 你会爱上我 这就是逆天改命的本事 定位就是聊个天 好好说话 人生开挂 就是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企业 改变你的家庭 改变你的生活 其实定位是一个很好的学位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职场上 你是要跟老板沟通好 你在做生意 你要跟谁沟通好 跟买单的嘛 买单的就是金主爸爸嘛 那你在感情里 你要跟谁沟通好 你要跟女人沟通好 这件事挑战太大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种能 其实都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沟通的问题 因为我跟你的沟通 达到了一个境界 你就会爱上我 就会嫁给我 因为我沟通 跟你达到了一个境界 你就会洗三块手 你就会买我的东西 因为我跟你的沟通 达到了一个角度 你这个老板 就会觉得我这个下属 好牛逼 什么都行 我行不行不重要 反正你觉得我行 我就能背什么 背提吧 所有的问题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这个社会学 首先要解决 你要有个理论 指导你怎么去沟通 否则你就扯淡了 那你真的是靠经验 靠你的这种积累 那你真的是走到哪里 算哪 我们活下来 靠努力没用 要靠方法 仅仅努力 今天是活不下来的 一定要记住 成功是一场 有预谋的 进行策划 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大哥 你知道我为了认识他 我怎么做吗 而且成了好朋友 我们特别好的朋友 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想方设法 找到了这个大哥旁边的人 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很容易找的 我们请一个大人物 吃顿饭是很难的 但是我们请一个 大人物身边的 小人物身边的 再小人物 吃顿饭是很容易的 我知道这个大哥 他每个星期 练两天网球 早上六点到七点 我就租了他 练网球旁边的那块地 我也在练 网球场告诉我 隔壁有人了 他花了多少钱 我出两倍的价钱 叫他走 我就在那个大哥旁边 租下来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找了一个美女 教我 教我啊 因为我不会打球 第三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那两天去打球 对我来讲 那就是人间地狱 起不来啊 你知道吧 没打几分钟 我就在那里喘 打不动 我就跟我那个美女 教练说 歇话歇话歇话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 为了打球 我为什么要请个美女啊 你想啊 我们就在隔壁打球 那个球会跑来跑去吗 那个美女会去捡球吗 那个美女捡球 会跟大哥发生 就至少会慢慢熟悉吧 就不会陌生嘛 几个星期以后 你就会发现 大哥对我们打球 就不设防了 然后呢 我就告诉美女说 来大哥打球真好 你看他打球真的很好 我打球不行 然后那个美女就说 他打球是比你打得好 但是他打球也有问题 我说那你告诉他 然后我就有意 让这两个人发生什么 接触 然后我们就怂了 打了三个月 我告诉你 什么都可以聊了 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便觉得你 哪里都好 三个月以后 他问我 小库你是干什么的 哎呀 等这句话等了好久啊 成功是一场有预谋的 精心策划 后面发生了很多事情 直到有一天 大哥突然跟我说 你平时打网球的吗 我说不怎么打 后来你打球了吗 我说不打 他说你那次去打球 我说不冲你去的吗 然后他说好辛苦吧 我说是 他说我要是不理你的话 你怎么办 我说你不是理我了吗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理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因为我觉得 你们互飘挺不容易的 我告诉我的儿子 看看这个外地人 你看看他为了在上海活下来 多努力 我说你早就知道了 他说是啊 要不然你不觉得一切发生的太丝滑了吗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啊 他说利用你这个剧本 教育教育我儿子也挺好啊 太不容易了 我说哦 感情我是个教材啊 他说要不然呢 不是你出演 我导演吗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我说那是不是你儿子应该请我吃顿饭呢 怎么样也要谢谢我这个演员嘛 他说OK了 我喜欢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很奋斗 我说是的 我们能活下来就非常的什么 就不容易 各位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活下来靠努力没用 要靠方法 仅仅努力今天是活不下来的 一定要记住 成功是一场有预谋的进行策划 如果今天你完全不会策划 你差得远了 我是怎么被这个大哥发现的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他去河南郑州出趟差 结果我正好在那个地方 他周边的人全部被我搞定了 花钱就好了 他的秘书就告诉我 老板要去什么地方出差 所以在他前一天 我就到了那个郑州 我就到了那个酒店 人生四大喜事 其中有一大叫做他乡遇固滋 这是可以设计的 你知道吗 你想象一下 我在上海遇到你 我们两个没感觉的 我们平时住在一个小区的人 你见到了也不打招呼的 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突然跑在纽约见到了 你会怎么感觉 我怎么觉得 你是不是来自上海 他说 是啊 你是不是上海的什么什么小区 他说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看你怎么很熟 我去你的 我等你半天了 你知道吧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我们俩人生就两个角色 一个是演员 还有一个是什么 观众 演戏的时候要演的天衣无缝 做观众的时候要配合的完美乌缺 我在郑州等他一天了 我头天晚上就到了 走到大堂的时候 我就装着叽叽茫茫 他说 我说大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昨天过来的 我说我在这里坐 他说小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说大哥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打球遇到也就算了 郑州出差还能遇到 这不是缘分 你小子把我身边的人都塞过了吧 继续演 来继续演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 就有后面的对话 所以我想说 记住 只要你在奋斗 其实每个人都喜欢奋斗的什么 奋斗人 奋斗者 同意吧 所以不用担心的 但是记住 靠努力和勤奋是不会赢的 人生要靠设计 成功就是一场有预谋的 精心策划